说到豆浆,那可是中国人的牛奶,曾几何时,在北方人的餐桌上,豆浆油条是早上的标配饮食,随着人们对于豆浆的了解加深,人们知道了,豆浆的原料黄豆中复含牛质蛋白质,含量高达40%,而且是植物中唯一类似于动物蛋白质的完全蛋白质,这种大豆蛋白还不含胆固醇,可降低人体血清中的胆固醇。 大豆蛋白中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配比均衡,非常适合人体的需要,尽管黄豆中含有这么多好东西,但其中一种元素,也让人们毁于参半,因为黄豆中含有植物性雌雞子大豆一黄酮,所以,有些人就说了,一黄豆会原两个豆腐,雌雞醋多,男人吃多了,容易导致不韵,而豆浆呢? 女性喝多了,容易的入线来,这就让一些孕麻忧心忡忡,不知道豆浆该不该喝。 这天,一位孕妇就在妇产科门走的诊室里,咨询马主任,马主任,我看网上讲,豆浆中含有植物性雌雞素,如果喝多了,体内的雌雞素会增多,引起入线来。 马主任说,这个不靠谱,现在,没有任何临床试验证明豆浆可以导致或诱发入血汗,的确,豆浆中含有植物性雌雞素,大豆一黄酮。 但是,豆浆里的植物性雌雞素能被人体吸收的部分是很少的,而且它和人体自身分裂的雌性雞素不一样,少量吸收是没有害处的。 那就是说,孕妇是可以喝豆浆了。是的,孕妇喝豆浆,有很多好处呢? 马主任说,首先,可以预防贫血,豆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卫生素和等内量元素。 愿马多喝豆浆,豆浆中的铁质被冲在吸收之后,可以有效预防和缓解贫血症状。 此外,豆浆中含有丰富的大豆蛋白和钙镁元素,可以加强心血管功能。 愿马多喝豆浆能降低胆固醇的含量,有效预防心血管疾病。 豆浆里的营养,对胎儿有什么好处呢? 愿马问,马主任说,除了对愿马有好处外,对胎儿也有益处,豆浆可以促进胎儿的脑部发育。 豆浆中的蛋白质被母体吸收之后,通过胎盘输送给胎儿。 胎儿大脑发育所需要的蛋白质含量得到及时补充。 胎儿大脑中的语言装书可以发展得更好。 喝豆浆有没有要注意的呢? 马主任说,这个也是有的,豆浆一定要煮熟后再喝。 没熟的豆浆容易引起中毒,所以愿马应该把豆浆煮沸之后再喝。 有些地方喜欢在豆浆中加鸡蛋和红糖,这样虽然增加了豆浆的口味,但是容易产生沉淀物,影响豆浆本身的营养成分。 因此,豆浆还是直接喝比较好。 此外,愿马不要空腹喝豆浆。 豆浆中的蛋白质容易被转化成热量,无法被母体充分吸收。 喝豆浆时,最好跟面包、馒头等淀粉含量丰富的食物同时,这样可以更好促进营养吸收。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,如果孕妇在补充铁剂的话,要少喝豆浆,黄豆中的蛋白质会阻碍人体的铁元素的吸收。 如果孕妈在吃补铁食物的同时喝了豆浆,铁的吸收率将大大下降,就起不到补铁的作用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